哇 我們已經點燈大概兩個多小時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布上面滿滿的都是昆蟲 大家可以看到好幾種不同的蟻候啊 熊蟻啊 都在上面 嗨 大家好 我是奈普頓 歡迎回到台灣語哭 今天這一集影片很特別 這是我第一次的自己點燈的影片 我今天超級開心的 就是我跟我親戚有借到了這一塊農地 那這個農地呢 它有放了一個可以到二樓的地方 那所以我現在的視野是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還有一個夕陽 哇 超級漂亮的 剛好站在這裡啊 在架燈的過程中 整個是非常非常的chill 就是非常非常的放鬆啊 那大家可以往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地方 哇 你看這一整片 都是草皮啊 或者是都是這個種茶的地方啊 然後後面還有很多的樹 另外一邊有很多的樹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制高點 那附近都沒有什麼燈光 那也沒有便利商店 還算是一個稍微偏僻的地方吧 OK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這種地方 生態才會非常的好 那今天的濕度也還算蠻高 溫度也不低 那我覺得今天很可能會昏飛 那可以看到我剛剛已經把燈架好了 然後這個 哇 超亮的 大家這個應該會拍不到我喔 不會 這個超亮的燈 等一下就會吸引非常多的昆蟲 飛到這個布上面 那我再帶大家來一一的觀察 飛到這個布上面的 有哪一些昆蟲 期望是可以有很多的螞蟻 那這些螞蟻呢 我相信應該會有非常多不同的種類 像我昨天有抓了一些昏飛 昨天在抓昏飛的過程中 有發現非常非常多的蟻種 那我在我熟悉的這一片區域 從來沒有發現過 席蘭西奧嘉蟻 那昨天也在某一盞燈下面 找到了席蘭西奧嘉蟻 我整個是超開心的 而且是我老婆先看到的 哇 她看到了跟我說 欸 這個很特別的嗎 還是什麼 結果我一看 哇 席蘭西奧嘉蟻耶 真的是太幸運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點這盞燈 應該也很有機會 可以抓到席蘭西奧嘉蟻 那這附近還有飛過 像高山聚真蟻 臭聚山蟻 吉蟻 然後還有很多的聚山蟻 像大黑聚山蟻這附近也有 泰勒聚山蟻 剛有講過臭聚山蟻 還有毛聚山蟻 白粗聚山蟻 這附近幾乎 比較常見的螞蟻 都可以看得到啦 所以希望今天點這盞燈 可以抓到相當多種不同的螞蟻 那所以很期待 今天這一盞燈 能為我帶來什麼樣的昆蟲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GOGO 哇 我們已經點燈 大概兩個多小時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布上面 滿滿的都是昆蟲 那也看到好幾種不同的蟻候啊 熊蟻啊 都在上面 然後地上也很多 我剛才已經有先抓了幾隻 聚山蟻數了以後 那這些聚山蟻數了以後 我都還不確定是什麼 因為都是小聚山蟻啦 這個都是聚山蟻SP 可能是還沒有鑑定的 那有看到屁股上 有一個金色的環的 我們俗稱是金環聚山蟻 那也有看到屁股上 有一點黃色斑點的 這個應該叫做黃斑聚山蟻吧 不確定啦 反正都是聚山蟻數的螞蟻 剛才有先抓了三隻 那回去的話 就會把它們裝到飾管裡面 那除了這三隻之外 剛剛也有看到 臭聚山蟻 太樂聚山蟻 白書聚山蟻 全部都飛過來了 還有毛巨山蟻 但是這些聚山蟻 我都已經抓了一些 那毛巨山蟻的話 剛剛看到那隻 屁股是比較小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 可能交配搭的機率比較低吧 所以我就沒有抓了 我之前有抓過這種屁股比較小的 可是都沒有培育成功 所以我這次就先跳過 暫時不抓 那這邊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這些特寫畫面 哇 點燈的過程就是這麼的爽 把燈點開之後 人只要坐在旁邊 吃個飯 聊個天 螞蟻就會自己飛過來了 不像我們平常在什麼 虎頭山啊 或是其他的疑點 都要跑這些便利商店 一個一個 挨家挨戶的去尋找這些便利商店 看看以後有沒有 飛到這些便利商店上 那個找的時間啊 還有找的精力 花的油錢 可能都比點燈還要花得更多 所以點燈也還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抓螞蟻抓昆蟲的方式 只是設備上面 可能要挑選過 會比較能夠吸引到昆蟲啊 好 那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繼續點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特別的螞蟻 好 那我們那邊有個椅子 我們就坐在那邊 氣游一下 就等待那個昆蟲飛過來就好 阿嬤 來 爸爸 阿嬤 爸爸 阿嬤 爸爸 阿 好 好 好 接下來會有奇怪的笑聲 盡情見諒 哈哈哈哈 好爽 高山巨爭椅耶 哇 我剛剛點燈之前就有講 高山巨爭椅在這附近有飛阿 哇 今天就抓到一隻高山巨爭椅耶 這樣看得到嗎 哈哈哈哈 太爽,好帥喔 等一下就把它放到一個平面椅巢 用那種小的平面椅巢來把它養起來 OK,我有在社團裡面採購了一批 叫小的椅巢 應該是蠻適合它了吧 希望它可以順利把翅膀給脫掉 Oh yeah 好,那懷抱的希望 我們再點個一個小時 來看看會不會有更多的高山巨鎮椅 OK,好,繼續點贊 Yeah 好,那大概又經過了一個多小時 那也沒有再多新增什麼收穫 有啦,剛剛抓到一隻超帥的高山巨鎮椅 而且我會用一個比較保濕的平面椅 讓這隻高山巨鎮椅住進去 OK,好,那我們接著就是把燈給收一收 那這個頭燈也有一個用處 就是它雖然是LED燈啦 但是至少也可以製造一點亮光 在地上 讓這些昆蟲先被吸引過去 這樣子它才不會飛到我們身上 OK,所以就是開起來 然後放在地上 這樣子放著 OK 好,然後我們就先把燈給關起來 那等一下再把架子給收起來就OK了 好,那我們把東西收完之後就直接回家 把這些螞蟻給裝起來吧 GOGO Alright 我們回到家了 我今天點燈總共就是抓了這六隻 那這六隻的話 我等一下都會把它們裝到飾館裡面 那今天有抓到一隻高山巨鎮椅 這隻高山巨鎮椅我會用這個椅槽 這個是我們在社團裡面很常看到的那個 傑森的椅槽 這椅槽做得是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個水塔 那它的空間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想說 拿來培育高山巨鎮椅試試看 不知道這隻高山巨鎮有沒有配到 那也不知道說這隻高山巨鎮會不會喜歡這樣子 空間沒有很大 但是可能也對新後來說稍微有一點大的這個環境 那我們等一下把高山巨鎮椅放進去之後 也會在這個底部 底部可以看到有個水塔 在水塔的地方加一點水 這樣子的話在椅槽裡面的濕度就可以相當穩定了 OK 這個是做得蠻漂亮的 高山巨鎮椅的實性是比較喜歡吃昆蟲 如果它有產卵 那有幼蟲之後 一定要很常餵食昆蟲 因為他們的幼蟲是需要吸食這些昆蟲的汁液的 好的 那首先當然也是先把飾館給做起來 因為其他抓的螞蟻都是巨山椅屬的 那用飾館來培育是最適合不過了 那我這次準備了幾根比較細的飾館 我把它準備在旁邊 這次總共有五隻要裝飾館 所以兩根比較粗的 三根比較細的放在旁邊 然後固濾棉也準備好了 剪刀也準備好了 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操作完畢 好的 五根飾館裝好了 最快的速度 我跟你講 很快 好 那我們先來裝湊巨山椅 我今天有抓一隻抽居山椅啦 那其實今天飛了蠻多隻抽居山椅過來 那我就只抓了 屁股最大的這一隻 因為家裡已經有幾隻抽居山椅了 我想說就不用抓這麼多啦 OK 好那一樣 用這個瓶口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有一隻抽居山椅 他已經準備衝出來 那我們就瓶口直接對著飾館口 這樣子推進去 以後下到一下 然後就會馬上衝進這個飾館裡面了 OK 衝進來了 有看到嗎 然後用手稍微堵一下 然後這時候他會反轉 反過來 然後再探索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它堵起來 OK 那這樣子就裝好了 很快喔 好 那換下一根 再來裝第三隻 刀山巨山椅最後處理 來 打開 喔 他衝出來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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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d that 有點壓到他了 Oh no 希望他不要受傷了 好像還好 輕輕的壓到而已 這隻巨山椅我覺得超級酷的 就是他動作 跟一般的巨山椅 好像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另外兩隻也是小巨山椅 有一隻是托刺的 這隻是托刺的 不錯啊 在我手上爬 是吧 給你一根巨管 好 進去了 蠻聽話的 我跟你講 我養個螞蟻就是這樣 要聽我的話 我才養你 對不對 好 這隻已經托刺版了 OK 大家有看到嗎 這樣 網美的手勢 好的 那這些飾管都處理好了 最後最後 最關鍵 最漂亮的就是 高山巨山椅 好 那這隻高山巨山椅 我覺得應該不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椅巢 在衛食區的地方有一個開口 那在椅巢的地方有一個開口 所以我覺得 我等一下就把高山巨山椅打開之後 然後這個衛食區的開口也打開 他應該就會爬進去了 然後爬進去之後 就是在他椅巢的部分 他應該會蠻喜歡的 我剛剛有稍微在這裡面 加了一點水 所以這裡面的濕度是還蠻高的 那之後在這個底部 剛才講的 在這個底部的地方 也放了一個水塔 這水塔會慢慢的蒸發水氣 讓這個濕度是相對穩定的 好 那我要準備來操作囉 高山巨椅就在這裡面 這個口已經打開了嘛 現在把這個打開 好 來囉 來囉 好 爬過來囉 他應該會有點嚇到 就是前面這什麼龐然大物 我應該有對到洞口吧 看一下 有有有有有對到 他有點慢慢進去的感覺喔 嚇他一下 嚇他一下 往前了往前了 進去了 大家有看到嗎 喔耶 然後我現在就把它蓋起來 Oh my god 他好像蠻喜歡的感覺喔 大家有看到嗎 在這邊 喔 他進去了 好的 哇 哇 我剛其實是用一隻腳的力氣在撐啊 把衛食區蓋子蓋起來 然後就要讓他靜養個幾天 至少讓他信任說 這個衛食區是舒服的 噢 震動到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生氣 好 OK 針筒在這邊 我們等一下就灌水進去 我大概灌個山蠔神仙 他現在是在探索 就是 這個是我的新家嗎 然後這裡好像有個洞口 可以前往衛食區 我只會在這邊放蟑螂 他就會知道 這個洞口出來就有東西可以吃 但是那種感覺 這個水沒有碰到上面的這個鐵網 OK 太開心了 還蠻順利啦 比我想像中的順利很多 OK 那裝完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進入高山巨陣椅的特寫畫面吧 安定民 第三所以 呢 此一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